若说第一次殖民地独立运动 是为了主权自由 那第二次殖民地独立运动 就是为了争取金融自由 金砖扩容 打响了金融独立战争的前哨战 想想看 一张百元美钞成本及缴钱 而其他国家要获得这样一张钞票 必须提供价值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 掌握美元霸权 就相当于掌握世界的印钞权 美国只需开动印钞机 就可以换取他国实实在在的财富 攫取所谓助币税 如果这个不好理解 可以这样想 一开始只有美国有美元这种纸片 美国开动印钞机 印了几十万这样的东西 世界各国分配了这几十万的纸片 怎么得到这些纸张 给美国100美元等值的货物或者服务 注币权 这只是一个好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包括韩国在内的各国 货币贬值 财产用本国货币定价 所以等于是对美国 或者无论谁有很多美元的人 大甩卖 俗语说的割韭菜 最有能力收割的 就是华尔街 同样的2008年 美国遭遇的金融危机 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一模一样 但是呢 美元就是美元 美国避免遭受亚洲各国的痛苦 这是第二个美元特权的好处 转嫁危机 最近的俄罗斯 给美国金融制裁 几百亿的外汇 都给美国冻结了 打击的不行 美国是怎么冻结的呢 原来美元的交易 都要通过一个欧美控制的系统 叫做Swift转账 简单说来 它就是你的银行 或者是支付宝微信支付 想想看 银行加支付宝加微信支付 拒绝给你转账 那么你的钱是不是就用不了 等于给冻结起来了 这是第三个美元特权的好处 金融和武器 直接结果 俄罗斯不得不便宜 卖石油给印度 因为印度要买俄罗斯石油 必须通过支付人民币 而他手里有的是美元 就必须先找中国人 拿美元换成人民币 麻烦加手续费 所以都必须由俄罗斯人买单 俄罗斯的石油就便宜卖了 许多国家 受美国割韭菜三招的苦 太难受了 所以中国振臂高呼 硬者云集 金砖货币 中国没说巴西 俄罗斯 伊朗 沙特等等国家 都急不可耐 目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 集体金融自由 这个犹如从殖民地独立起来 是一个量级 想想看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要买卖东西 处处看美国的脸色 是不是金融殖民地的感觉 要不要起来斗争 获得金融独立自由 所以货币战争 真的值得发展中国家认真打 美国会做事金砖货币 吞噬自己的美元特权吗 当然不会 货币战争会打一段时间的 但是小颜坚信 打赢了货币战争 就获得了金融解放 金融自由 是第二次发展中国家 从殖民主义者手下独立 是不是很值得一搏 是第二次发展中国家 是第二次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家 下回来 感谢观看